有比較長遠的問題 或者有短短的問題 我看他這次 因為他贏了不只贏了白宮 贏了眾議院和參議院 變成他的政令一出去就沒有阻滯 立刻就通過了 他有幾個問題 對內和對外 你現在想知道對內還是對外呢? 先說對外 先說對美國的影響 差不多是有關係的 不過對外呢 我們一個一個說 由歐洲那場仗開始打 烏克蘭和俄羅斯那場仗 他可以做到什麼呢? 他可以做到立刻停火 不是停戰 停戰和停火又不一樣 就是逼他們兩個停火 幾多幾天 你們在那裡一定要停火 然後他可能派聯合國的所謂維穩部隊 摘著幾個要點那裡 兩個國家 烏克蘭也好 俄羅斯也好 要給特朗普 特朗普是一個強勢 你不要不聽話 我說 如果你不聽話 以後你就會知道後果 就是這樣 一種可以說是合法的恐嚇 歐洲那裡 我估計不用一個月左右 我估計幾天 他就說24小時停火 我也相信他 事前 因為他1月6日才上任 現在到1月6日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很多很多事做好準備 他為了要面子 你們兩個給我面子 我說1月6日你們一定要停火 那些人不給 你想想他做總統 接下來做四年 做全權總統 有兩個國會 眾議院參議院之間答應他 誰敢得罪他 尤其是你一定要給他面子 所以我們以前說面子 說得很重要 你們做時事評論一定要說面子 面子是很大的關鍵 那兩邊都要給他面子 所以可能真的不用一頭 不用很久 1月6日就停給他看 或者事先停給他看 他給了一個方案他們 你們要接受 那方案當然有一定合理性 地就不要說了 你拿我的地 我拿什麼地 暫時不要說了 說不清了 你明白嗎 如果說地的話 再說多幾年都說不清 那說到最後就是那個場景 那些不要說了 凍結了就不要說 實際烏克蘭 鬼叫實際烏克蘭 那些人都很激氣 開頭的時候 如果拜登政府給他足夠武器 又給他足夠支持他 他已經打回俄羅斯了 那時候就有機會完 他到了最後才入侵俄羅斯 大家將來用來講數 但如果早點不做 早點這樣做 早點這樣做 早點的時候他的勢力勢好 剛剛俄羅斯突然之間 誤判了 以為很容易打 輸了 反轉的時候立刻要反攻 拖了兩年多 就知道拖成這樣 所以都不能怪誰 跟特朗普沒有關係 關鍵就是拜登在阿富汗那裡試了藥 普京就偷他的雞 現在我猜特朗普就會用這個 所謂停火這件事 來停止戰爭 起碼不用死這麼多人 大謊死了100萬人 你說歐洲無辜打場 一點都不重要的帳 可以死了100萬人 花了多少錢 美國又花錢 俄羅斯又花錢 接著北約又花錢 花了不知道多少錢 烏克蘭就不用說了 整個國家摧毀了 要重建了 要很多錢 那裡就要說了 你說應不應該拿俄羅斯 在歐洲的錢來重建呢 到時候就讓特朗普 讓他主持 說他公道的話 不知道了 這些複雜到不得了 那這裡就說了 跟著說中東 中東呢 納特亞豪 即以色列的總理 是第一個攻殼特朗普 他和特朗普是死黨 他們那時候認識的 納特亞豪就是尼州市場 但是尼州市場 納特納尼州市場 納尼州市場 納尼州市場 根本就不亂 他一直都有良過往的 那特朗普呢 支持了他 拿那個美國大使館 建了他去耶路撒冷 那個不止 最厲害呢 特朗普派他的那個女婿 女婿猶太人來的 Jerry Kushner 就派他去 和所有那些 中東那些 希望和平的國家 和以色列大家簽和約 叫做阿伯拉罕和約 其他幾個國家呢 就是特朗普也很嚇嚇他們 但是現在 他現在 清清教育裡面分兩派 實業和那派 那個問題 那些實業派 就比較好戰的 另外那個班派 就比較和平 現在想辦法 拿和平的幾個國家 跟伊斯利打和 其他幾個國家呢 就嚇到他們 就是特朗普也很嚇嚇他們 等到他們不敢動 變成中東那裡就解決了 那反而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呢 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 太平洋 就是和中國那裡 那裡實際呢 加加起來 印度那裡已經停了 習近平已經和印度總理 上幾個星期已經簽了很多約 那裡就沒事了 反而現在最嚴重的 就是西太平洋 那西太平洋呢 我估計特朗普的做法呢 他是不是都會組織一個叫做 叫做亞洲北約 亞洲北約 那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呢 變成了中共又不敢怎麼動 那如果俄羅斯呢 特朗普會講怎樣 講到普京呢 停了帳之後呢 俄羅斯就不敢公開支持中國 收回台灣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就中國就孤男了 中國一孤男呢 那個北約 所謂亞洲北約 這個東西呢 就和中國之間平衡 中國就不敢動手 南海我估計是縮的了 今次呢 越南和中國之間 有幾個訪問 互相訪問 實際就是搞定南海 他不想縮了之後呢 就越南去拿 所以大家之間是一個協議來的 實際中國實際 去這麼多越南又派 李強又去 張有合又去 而且他越南那個蘇林呢 又來北京幾次 這樣來往呢 實際他們在搞 在佈置著那個南海 將來如果中國退回去的話呢 將來大家怎麼樣呢 有個默契在那裡 不想完全失去 又不想美國來什麼 就打算和南海 越南來說呢 在九段線裡面 佔過所謂的 那條線 佔線是最長的 大家看回地圖 那裡呢 大家在搞 那美國呢 就不理會了 是不是都會搞一個 亞洲的北約 那這個搞了之後呢 就 起碼坐著 中共不讓它入侵台灣 就是這樣 基本大家亂防 聯合防衛 另外呢 就是我估計 這個就是 在那個外交上 不是外交 在所有的國際上呢 我估計特朗普就這樣做 就起碼在軍事上呢 就是不讓你再 不讓你戰爭惡化 這個就是特朗普現在要做的事情 那麼這個 這個就講了一部份 那麼他國內那裡呢 他現在美國呢 一年呢 六萬幾億美金的開銷一年了 就是整個美國的開銷 包括軍費 什麼都包括了 那麼 估計呢 那個做法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做法呢 那個做法呢 他現在呢 他現在大量的開銷田 那美國 你開一張銷田 你把銷田的油出來 你要交一部份給政府 因為很多地呢 是屬於政府的地 屬於聯邦政府的地 那麼一路開呢 政府就有收入了 一路幫油 幫油呢 自動呢 就幫賣氣了 那個熱癌油 之下又有熱癌氣 那麼之後呢 現在它反而最大 最容易那個呢 就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原本油多到不得了 實際那個阿拉斯加油呢 它以前呢 一路連著去 跟西伯利亞那裡一路連過去 所以俄羅斯這麼多油 那麼美國準備大量開西伯利亞 開了西伯利亞油之後 油和天氣之後呢 大量供給整個亞洲 就是一路由日本 韓國 中國 它會逼中國賣的了 台灣 那麼接著一路下去呢 就 東南亞 東南亞沒有什麼油的 都是長油 全部美國都供了 這一下子 那個可以產生很多很多財富出來 為美國的公司 和為美國的政府 製造很多財富 和石油的價錢降低 不只是美國降低 差不多年 連在亞洲那邊 都一樣降低 那它現在它說 它想著石油價要降低一半 就是總共你譬如入油啊 這樣降低一半 家裡用天然氣來保溫也好 冷氣也好 又是減低一半 整個通貨膨脹就減低下來 這個是很大的事情 變成一個政府 就是小政府 這次呢 就有民主黨大禍了 實際呢 這次呢 就反映到2020年 根本就是 2020年根本就是作弊 就是選舉作弊 你看到 你講不出原因 為什麼拜登可以多拿特朗普 這麼多票 根本就是那時候 你用那個疫情 你用疫情 每個人都說 可以郵寄了 就不用親身去投票 親身去投票 不能這麼作弊 拍著的嘛 那郵寄那些 你什麼都可以 什麼術都可以 到了呢 郵政高也是共和黨 也是民主黨的人 到了之後 有些袋也不見了 有些郵包也不見了 到了之後 哪個check呢 那裡也是 那裡check那裡 以後做了手腳 所以現在這次的選舉證明 2022年 那個就是作弊 但是特朗普呢 我猜他就不准被追究 可能他會定過了法律 聯邦密法 但是你叫他追究呢 因為追究的東西 就是一個撕裂了的國家 民主黨實際上 我小時候在芝加哥打工 我十幾歲 十幾二十歲 二十歲 二十歲左右 在芝加哥打工 暑期工作 經常都看到他們 那些民主黨的人 嚇得不得了 經常都是貪污 就是全部做這些事情 反而共和黨的人 就是正人君子 但是保守 所以很容易被他們押 就是好像 蔣介石被毛澤東押 沒有毛澤東押 蔣介石就是正經 就是一個中國 中國也有保守派就是 國民黨就是保守派 共產黨籌系 等於民主黨 美國民主黨 那變成美國這樣一剩 美國可能強勢 而且川普如果做得成功的話 萬事一年再可以做多兩日 十二年之後 美國就不一樣 不是今天的美國 而且如果Elon Musk 可以拿到權的話 很多東西 政府裡面實際很多東西 用AI搞定 為什麼用了一天 他真的想到這麼多人 很多扮手續的東西 哎呀 又要去什麼 在窗口面前填 這些東西全部要取消 全部在網上 自己在網上 全部搞得好 而且有了AI 還可以用語言來交 你怎麼做 變成整個美國政府 可以說 不用說十二年 四年之後已經有一個大轉變 然後再過百年的話 如果萬事做總統再過百年 整個美國 完全我們不認得 當時 可能我們也不在 就是 分分鐘整個美國就改變了 看來全世界 就是拿它來做模式 我們最關心的是 香港和中國 我看這樣下來 美國這樣下來 中國呢 中國經濟現在一頭套 美國 特朗普一上上 又說了加中國關稅 普通東西都加60% 重要的 汽車就不用想了 汽車只加到你來不了為止 所以那個港都沒有 那加多60%很厲害 賺都賺不到10% 這樣變成中國的出口 更加受打擊 美國是全世界最好的市場 一受了打擊之後 就跟著中國的收入 經濟已經這麼差了 還有要搞 一直在鎖著 香港現在 我聽到梁振英在說 又說要搞大灣區 怎麼威水威水 威水什麼 沒有生意什麼威都沒有用 沒有生意沒有錢 為了什麼 起碼那些東西 今天是浪費錢的全部 梁振英懂得說 填海就是省錢 整件事情 現在我告訴你 應該趕快收緊肚皮 減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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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 完全應該這樣做 還這樣洗 兩三年洗完 沒有人來幫你 美國是不會來的 美國政府不做事 特朗普那裡 不定了 對中國的政策 不會有錢 有錢進來的 華爾街的錢不會進來的 那些人現在 知道政府強 而且知道自己的敵人是誰 這個我看這次選舉 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這個也是特朗普想做的事情 其它歐洲那些都沒有什麼前途 你看到這次選舉 你知道誰是主人 人民 特朗普是什麼 只不過是一個CEO 但是CEO他都爭著 有人爭著做 這個國家多強 人民做事 人民看著他們自己的利益 就選一個CEO出來 就搞定整個美國 這個就是 台灣也是 台灣選出來 我們大陸和香港就沒有這些 還是那套老套專制 那套東西完全不行了 因為你發揮不了人民的力量 你看到美國的人民 現在整了之後 每個人都興奮了 大陸的那些 每個人都躺平 包括共產黨員 高級的那些共產黨員都躺平 免得跟你做 你做了不是直接對自己有益的 而且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 你按照幾個人 爭取權那幾個人在那裡 又點三點四 那哪裡有前途 整件事情 整個世界現在改變就是 講到最後 人民是主人 民眾是主人 圓形劃 海次 Fans 大陸 神 大陸 神 強 神 感谢观看